角色扮演這個遊戲有很多好處 其實角色扮演主要是幫助前路、前壓力的區域 都是跟心智有關的發展 所謂心智就是他們理解其他人的能力 又或者我們簡單地說是會委思考 因為透過角色扮演要想一下 平時在世界裡知道角色是怎樣的 如果我是那個角色的時候我會怎樣表現出來 第二件事就是老步的創意 我想有很多時候小朋友去玩角色扮演 有時他們都配合很多想像 天馬行空的想像 我們說這個創意不單是幫助小朋友去創造這個遊戲 而且在日後他們讀書的時候 一些想像或計劃都會有幫助 同理心 因為他要想像一下 對方如果我是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會怎樣表現呢 譬如你會知道 可能你叫小朋友做小老師的時候 他特別乖一點 他特別規矩一點 這就是他對那個角色的理解 第二件事就是言語的能力 譬如玩的過程中 因為角色扮演通常不是一個人的扮演 通常是一個人以上的 有時小朋友會邀請大人去做角色扮演 在這個過程中 大人透過豐富他們的故事 有很多時候會講到一些 日常生活未必會接觸到的物品的詞彙 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玩女巫、獨角獸、城堡等 有常生活接觸不到 但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大人說出來 便會多了這些詞彙 另外一些東西就是他們的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因為角色扮演都要涉及多人 從他們角色分配的時候 那一刻開始 其實我們都講到團隊怎樣合作 所以他們在這個社交上 會學會團隊怎樣合作 以及都涉及大量的社交溝通 過程之中 小孩子會懂得分什麼是好和壞 有些時候角色扮演 小孩子會扮我扮Super Hero 我扮恐龍怪獸 我扮公主 這些給了小孩子一個概念 知道哪些叫好 哪些叫壞 小孩子在這個過程中 都學會了怎樣獨立思考和規矩 所謂獨立思考就是 我要想一下 如果我是這個角色 我會怎樣做呢 至於規矩性 他都會想一下 聯繫一下 我腦海裡想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那個角色會怎樣 某程度上 他在模仿大人 在那個角色裡的規則 所以小孩子 亦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學到規則 所以角色扮演這個遊戲 就有很多好處